作为亚洲最大的时装展览 香港第43届时装节秋冬系列 以及第10届香港国际时尚蕙翠 16号开始一连四天在香港举行 首场开幕秀上 两位香港的顶尖设计师 依嘉和张美宜展示最新设计 尽显东方女性的风采 香港作为时尚之都 香港设计师的作品 逐渐受到国际买家的青睐 今年时装节秋冬系列的开幕秀 人们将眼光放到两位 顶尖香港女设计师身上 英明裔的香港设计师依嘉 凭借精美的刺绣和中式工艺 作品远销35个国家 今年她的设计 更注重展示女性的美丽身材 透过薄纱刺绣 几何复杂图案 以及包括蛇皮等多种制裁 展现出女性的美丽多姿 如果身形不够美 那怎么会有些selection 她的衣服是会弄得好看 这个最重要我觉得 不要放到很重的东西 在腰上 应该突出的 我们会带起多点 另一位成功的女设计师张美仪 一直活跃于海外设计市场 爱好艺术的她 今年首次联手两名日本设计师 将美丽的日本绘画 展现于时装设计中 色彩亮丽 如花仙子般美丽轻盈 我觉得她的画好美 我又觉得不应该 只是挂在一个人家 她又很贵 我又买不起 不如整她变成一件衣服 我又穿得又买得起 那就很开心了 经界时装展 共新颖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 约1900家参展商参展 将举行20场时装秀 以及6场研讨会等 新唐记者梁珍 在香港报道